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观众朋友们 在印尼有许多非常著名的超级英雄神话故事 那其中一个就是包括今天的这个Gatot Kacha 那这个Gatot Kacha 人们对这个Gatot Kacha的认知到底是如何呢 我们一起去问一下当地的民族吧 走吧 你怎么知道这个Gatot Kacha的角色呢 因为我从以前的角色 这个Gatot Kacha的角色呢 他也包括了一个Hero的Indonesia 也很熟悉到人们的角色 我喜欢的力量 他就是把铁石的角色 然后在这里的角色 的角色和角色 的角色是更有的 比较正常的角色 这个是从前面的角色呢 如果不是故事 从前面的角色呢 如果不是故事 这个是个角色的角色 很棒 希望它能拒絕到其他人的世界 像 DC或MCU 我曾經介紹自己的故事 我看過昨天也有了 我看過了 唯一的葡萄的葡萄的葡萄 或葡萄的葡萄的葡萄 我比较喜欢 在这些葡萄的葡萄的葡萄 我和葡萄的葡萄的葡萄 她开始把葡萄葡萄的葡萄 葡萄葡萄的葡萄 可能会忘记了 如果不葡萄葡萄葡萄 葡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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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 GatotKaca是一名的导致BIMA BIMA是一名的导致Pandawa 它是一名的导致的良好和理性 在外國已經有很多 即是Marvel,即是Disney 有故事與理性和理性 我認為我們也有同樣 但我們想說話 不只是外國 我們不只是外國 而是說話 而是說話 我認為說話 而是說話 甚至說話 我們更多的理性 而是說話 我們在說話 好和壞 或是說話 就是說話 如今,Gatot Kacha的角色也在拼影戏木偶角色之外的 许多不同媒体中广为人知,从手游到电视屏幕上。 一位独具会演的制作人也将Gatot Kacha形象搬上的荧幕, 真人版Gatot Kacha电影将于今年在国内各大院线上映。 我相信 kamu法在ult сюжета中的荧幕上抱 在这种值是说出充饰 casting, 在这种时候我们还不会被 건데制作与看 我们就是个图新传 Armen,我们超风格的di《超过 halt És》 我们可以飞翘,飞翘,听到声音的声音 我们都能做到700年前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鼓励与英雄 因为我们是在 Hollywood的影响 之前已经有许多印尼本地漫画英雄形象 在大屏幕上出现 例如 Gundala, Garuda和 Widow Sabling 制作人希望不仅能将印尼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也能将印尼超级英雄形象推向世界的舞台 这就是从印尼文化的文化 从印尼文化发扬 作为超级英雄的超级英雄 因为这不是只有电影 但是有电影 有电影 有电影 所以有些各种各种类传统 包括出现玩具 什么样的 我认为这些组织 所以这些组织很棒 连我 我认为应当地一样 在第一次 在印尼文化发展 并不是只有电影 但有一个组织 是从超级英雄 从超级英雄 美都新闻 吴重华 索瓦里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